日本大阪地區的綜藝園 非常歡迎各位到總統府 跟我們有更深入的交流 今天都是來自日本大阪地區的綜藝園 大阪是臺灣旅客最喜愛造訪的地區之一 去年臺灣民眾前往日本旅遊 達到 483 萬人次也創下了歷史新高 我們很歡迎日本觀光客來臺灣 希望各位眾議員協助大力宣傳臺灣 鼓勵後援會的朋友們多來臺灣旅遊 進一步擴大兩國人民的往來 各位在臺灣餐訪的這幾天 一定可以發現臺灣人民是熱情和友善 而且我們文化豐富多元 這裡不但有本土傳統的美食 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料理 包括日本餐廳也是很多 各位必定親身可以感受到 日本跟臺灣的文化交流的密切 臺灣跟日本是共享民主自由 人權等普世價值的重要夥伴 對於臺灣參與 WHO今年日本國會跨黨派的 日華議員肯談會 通過兩次決議表達支持 我們非常感謝 也期待跟日本各界在各領域 有更緊密的合作 此外 自民黨青年局每年都來臺灣訪問 今年8月當時青年局長佐佐穆 暨眾議員率領83位團員 來拜訪 展現自民黨對臺日交友的重視 臺日互為第三及第四大貿易夥伴 相信有各位眾議員在國會的支持 我們可以持續加深經貿合作的關係 因應近來國際經貿局勢的變化 臺日開始洽談CPTPP 現在正是17億 對日本平衡及拓展海外市場也有幫助 希望各位能夠支持臺灣參與CPTPP 讓臺灣對區域經濟的整合做出貢獻 再次歡迎各位的來訪 未來臺灣將持續跟日本友人共同努力 提升臺日友好的關係 祝福各位在這次訪問有豐富的收穫 也歡迎常來臺灣交流 謝謝